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看到坚强的爸爸伤心掉泪 他现在坦然面对过去 认为这件事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捩点 爸爸这么伤心 对我心里打击很大 我也清楚明白 就算我遇到任何困难 家人仍会在我背后支持我 社会事件爆发后 无私嫌思考许久 确定了自己要往表演的路发展 下定决心考台以大戏剧系的转据好 当时黑人陈建中很鼓励他 老板ANDI则放狠话 如果没跑上的话 就解决他 但他当下已无需任何激励 便可自动自发正做读书 他回忆当下 那时候一百多个人 只取一个 也是需要一点运气 但我就是努力 把所有历届考古题做完 也训练舞蹈表演 很有成本意准费 虽然无法控制结果 但做完心理和踏实 后来他如愿考上 此外 无私嫌和学生艺人不同的是 许多人不太敢看双明评论 但他会去看 他认为有正好心态 再去看《曼露评语》 很重要 想吃酸盐就跳过 别放在心中 黑人也常于 他分享类似经验谈 他前面入围经中些人讲 仍有不少人嫌弃 他不会演戏 他笑得淡然 表示 反正我也不止言给你看 这是我喜欢的工作 我能做我喜欢的事 还把它当成工作 已经很幸福了 无私嫌专访 记者赵世勋社 无私嫌专访 记者赵世勋社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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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爱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